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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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 主演改编至《东野龟吾》同名小说的奇幻电影《解忧杂货电影》显影小波 剧情讲述一家名为《解忧杂货电影》的店铺 人们只有在网上把他们的烦恼写在信上然后丢进铁犬们的头地口 隔天就可以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取得解答性的故事 如2017年12月上映 2018年 主演改编至《青夏八畅同名小说的历史剧天坑音烈》 飾演张宝庆 KG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末 北京少年张宝庆之身前往东北鹰屯给恩师寻耀 并意外和蔡瓜姐丽历史少年团共同探秘天坑的故事 由2018年8月播出 同年 主演动作冒险片《七四九局》 飾演马商 该片尚未上例 2019年 餐饮馆剧《我是班主任》 飾演宝言 同年 称影古裝神话剧《上古蜜月》 飾演大幽国皇帝《百里浩河》 该剧于2020年2月9日播出 2020年 参演剧情片《我和我的家乡》 最后一刻 单元中的江小凯 该片于2020年10月1日上映 同年 特别出演战争片《七三一》 该片尚未上映 同年 参演历史片《一九二一》 该片尚未上映 最后期待玩俊凯未来能参演更多类型的影片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 好了 各位观众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哦 这样才能看到最新的精彩名人明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